大学生上语言的艺术这门课 教授问男同学说 如果你刚认识的女孩用餐时 突然想上厕所 你们会怎么说 有位同学说 对不起 我想上洗手间一下 另外一个同学说 我去上一下化妆室 另外一个同学说 我去观布楼一下 最后一个同学说 请稍后 我去跟我一个兄弟握个手 希望今晚有机会 把她介绍给您认识 这年头做生意要靠宣传 有个卖西瓜的 他在看板上写 比老婆还熟 比青年还甜 比小三更有味 抱我回家不后悔 据说生意抢抢棍 小学三年级社会科老师 看台下的学生 都提不起精神 很多都在打瞌睡的 于是他就出了一个脑筋 急转弯 请同学猜一猜 老师问 有一个人 手里拿着账单 去超商 五分钟后 他竟坐着轮椅出来了 同学们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有些同学就猜 大概是不小心 在店里跌倒了 又有同学猜 大概是偷人家的东西 被店员打得脚伤了 老师说 你们想太多了 因为他脚废了 一位病人去医院打针 副理师说 先生 夫妻 病人说 我是小姐 有位大学研究所的学生 问教授说 老师啊 你这是不是都很势力言呢 教授说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学生说 我开国产车 到现在都把不到妹 其他同学开进口车的 美国你朋友都一大票 这不是很势力言吗 教授说 我跟你讲 你毕业后 去考环保局 开垃圾车 我保证 男生女生 都会追着你跑 法官啊 怒斥一位性骚扰的艺人说 我担任这个地方法院的法官 十多年来 已经在法庭上 见过你不下七八次 难道你都不会觉得羞愧 不好意思吗 你对得起你的歌迷影迷吗 这位艺人就说 法官大人啊 我本性难改 自我都不对 但你不能升官 好像也不是我的错啊 你久久不能升官啊 你不会觉得 对不起你的太太 和你的家人吗 皇帝对身边的小李子说 勾然从来半羔羊 自古公公好威名啊 听说你很会说话 现在 你用一个字来形容正 小李子回答说 渣 结果呢 小李子啊 竟这样就被推出五门斩了 到时都还不知道自己 到底犯了什么天调了 星期天中午 三十多岁还没结婚的老王啊 一个人独自到永康街吃牛肉面啊 那天餐厅人满为患啊 老王啊 正在等待服务员端面过来了 突然哦 有个长得非常漂亮的正妹啊 笑嘻嘻的走向老王啊 并问说 先生 你一个人吗 老王哦 一时啊 心欢怒放 心想哦 大概自己 交了桃花院啊 怎么有人会主动 搭讪 是不是想共周吃饭呢 老王就说 对啊 我的对面没人啊 结果 女士呢 竟然就把老王对面的椅子 拿到隔壁去和他男朋友一起坐了 表弟昨天来我家聊天啊 他一开口啊 就和我感叹现在社会风气哦 真的很糟糕呢 我问他 怎么了 表弟说 我真的很看不起公司的那些同事呢 明明知道老板的话不对哦 竟还蒙点头称事 真是狗腿到极点啊 我就问他 那你的看法不一样吗 表弟说 我就不同了 我从来不认为哦 我们老板啊 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了 古时候啊 有位汉衣郎中啊 对外仙称哦 他是专门制外科的专家啦 有个人哦 和他的朋友去山上打猎了 不小心哦 被朋友的剑射中了 而且呢 伸入骨头了 他跑去找这位外科郎中医治 郎中哦 随即拿力剪啊 把弓箭剪断了 然后就要收起治疗费用了 受伤的人说 哎 箭头还在身体内呢 郎中说 那是内科的事啊 关我什么事